以西結書第四十二章 他帶我出來向北到外院,又帶我進入聖屋 這聖屋一排順著空地,一排與北邊鋪石屋之地相對 這聖屋長一百軸,寬五十軸有向北的門 對著內院那二十軸寬之空地,又對著外院的鋪石地 在第三層樓上有樓廊對著樓廊 在聖屋前有一條夾道寬十軸長一百軸 房門都向北,聖屋因為樓廊佔去些地方 所以上層比中下兩層窄些 聖屋有三層卻無柱子,不像外院的屋子有柱子 所以上層比中下兩層更窄,聖屋外東邊有墻 靠著外院長五十軸,靠著外院的聖屋長五十軸 墊北面的聖屋長一百軸,在聖屋以下 東頭有進入之處,就是從外院進入之處 向南在內院牆裡有聖屋 一排與鋪石地之屋相對,一排順著空地 這聖屋前的夾道與北邊聖屋的夾道長寬一樣 出入之處與北屋門的樣式相同 正在牆前夾道的東頭有門可以進入 與向南聖屋的門一樣 他對我說,順著空地的南屋北屋就是聖屋 前進耶和華的祭司,當在那裡持至聖的物 也當在那裡放至聖的物,就是宿祭 贖罪祭和贖遣祭,因此處為聖 祭司進去出了聖屋的時候,不可直到外院 但要在聖屋放下他們公職的衣服,因為是聖衣 要穿上別的衣服,才可以到屬民的外院 他量完了內殿,就帶我出朝東的門 量院的四圍 他用量度的桿量四圍 量東面五百軸 用桿量北面五百軸 用桿量南面五百軸 又轉到西面,用桿量五百軸 他量四面,四圍有強 長五百軸,寬五百軸 為要分別聖地與俗地